美俄關係近年來持續緊張 近日雙方互主外交官對抗加劇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25號 在一檔電視直播節目中表示 美國如果繼續升級對俄羅斯的制裁 那麼俄羅斯也將採取新的回應措施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同一天表示 俄羅斯正在準備一份 對俄羅斯有不友好行為國家的名單 並且可以確認美國在這份名單上 據俄羅斯總統網站消息 普京23號簽署了 針對外國不友好行為的法令 俄羅斯政府將根據這一法令 制定不友好國家名單 該法令規定 如果外國對俄羅斯國家公民或法人 有不友好行為 俄羅斯將在必要時 限制這些國家的外交使團和領事機構 國家機構代表處 與俄羅斯個人簽訂勞務合同 雇佣協議等 扎哈羅瓦25號表示 普京簽署的這一法令 是對其他國家 針對俄羅斯採取的不友好 和敵意行為的回應措施